歡迎收看民間特徵組揭發 不公不義 維護您我知的權利 我是賴麗英 今天杜家居杜大律師 嗨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嗨 我們請大家一起來當陪審團 幫我們把連結分享出去 並且在下面先按讚 然後留言 並且這個就是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內容很豐富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線上點名一下 Covid Singh Phoebe 我們的這個小編 還有達斯惟達 張麗芸 嗨 大家下午好 還有詩湘茹 還有紀大大 還有歡迎賴常鴻 以及鄭董儀來 鄭惠儀來當我們的中天電視的會員 謝謝 好 那今天一開始呢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最近停電還是陸續有在發生 停電造成很多人還有很多公司的損失 甚至還有人因此喪命 那台電賠不賠呢 怎麼賠 今天杜大律師要告訴我們 那對於財務損失要怎麼求償呢 還有監督行政院 還有NCC靜電視的風波持續延燒 背後的大股東有人點名 就是寶家集團 這幾乎國內各大建案都有它的名字 而在2019年這個勞動基金弊案 前勞動基金的組 國內投資組組長尤乃文 就是和寶家集團以及家園顧問公司人員 在某個餐廳用餐 那當時寶家公司就支出高達5萬多塊 含稅是6.1萬的昂貴的餐飲 而後呢那尤乃文就在每日的成會當中 就要求要把圓白股票納入當日的買賣標的 那這樣子坑殺股民 那這樣的一個集團適合進入 當這個靜電視或媒體背後的大股東 事隔性到底有沒有問題呢 那還有呢汪汪集團創辦人蔡衍明 就是招抹紅喔 平反又一個官司勝訴了 這是上報報導 旺董也就是蔡衍明和大陸國台辦 這個報導內容就說要商討吧 忠實停刊 就為了要抗議國內剛上路的反滲透法 但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報導根據 被抹紅了三年才平反 那會不會太慢啦 首先我們來看這是高雄有兩位長者 帶呼吸器 那帶呼吸器為生一位是80歲 一位是94歲 就在303大停電這一天呢 造成無電力缺氧 當時全台是550萬戶大停電 那其中呢一位80歲的長者他的家屬 在發生事情之後呢還推著輪椅 趕快跟社區大樓要電源 但是後來還是不幸往生了 那杜律師我們就來看看 家屬這件事的整個結果 我打電話說你們還在停電 然後我們就氧氣機 沒有辦法就切氧了 然後人就走了 那你們現在要怎麼處理啊 然後那個人就聽你啊好吧 你留下電話啦 然後我跟你聯絡 你們住職在哪裡 然後抄一抄 我一等 一天沒有消息啊 一天沒消息 我再打一次 也是同樣的問題啊 我留不下電話啦 我留下住職 我會跟你聯絡 又是沒消息 後來呢 有一次我就生氣了 我就說 請問你們 你們能不能轉到 那個直接對應的單位給我嗎 小姐 我看我還是請他們打電話給你 我說你姓誰啊 他說我姓張 然後呢 好再等 又沒消息 你們對這種事情 對這種搞百錢是這樣的嗎 就把他壓下來 然後什麼都不管 然後今天不是一眼咨詢的話 你什麼都不管 我們就在那傻傻的 哦 就是這樣應對一下 啊 我會跟你聯絡啦 我會跟你聯絡啦 然後什麼都沒 沒沒沒沒 沒失禮啊 那一天 我們這張大陸 每一個人都知道 他停電走掉了 因為 他一定他停 他停電啊 然後沒有氧氣啊 然後還打電話去樓下 那個管理師 帶到管理師 把他抱到那個 那個那個 輪椅 輪椅 然後推到那個 那個供電啊 然後一插上那個供電 他用電梯的備用電源 也都是沒有 也都是沒有 然後氧氣機 氧氣機 如果有電的話 他會泡泡泡那個冒水泡嘛 就啵啵啵 三下而已 水泡就沒有了 要忍 就這樣火掉了 你們這樣一停電 不小時了 多好人呢 你知道我們那一天 死掉去這樣一射的時候 那個他說都滿啊 都滿了 沒有外職 沒有外職 大家集中床停官 就放棄在裡面 應該是 賓物館不是有意見 就借給人家 放了一個關目 他說全部都滿 你們有收到多少案子啊 說實在我這邊真的是沒有接到 就像 我現在這種 你都沒有接到嗎 所以我一定會去了解 不不就是說他有打電話 然後很多次電話是哪裡去了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反應上去 如果知道我們不可能像這種情況 我們就當作不理 那你怎麼不可能 那為什麼人家都會打電話呢 我一直說 我一直說我們這邊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是家裡說我們怎樣 你們的電話 接了電話就這樣放著 所以我一定要去了解這一塊 所以我們沒有 所以兩位經理 我當天去星達電廠 我的要求其實很合理 台電要有窗口 要去蒐集這些資料 這樣子看的真的令人很不忍 就是家屬的這個老先生 他坐在輪椅看電視 那本來是帶上呼吸器 那突然是缺氧 那就是掙扎 趕快推著輪椅去跟 這個發電設備求電源 那接上電 那老先生好像又恢復了 好像又平靜了 結果家屬上前看才發現 他其實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這真的令人看了 人命就這樣子 無緣無故的就喪失 這等於是活活的缺氧 活活就沒有生命 那這樣子的案例 在高雄發生兩件 要不是邱宇軒議員揭發這個事情 家屬聯絡台電到第19天 才派議員到家裡來了解 那還發現說在這個藏儀社 還有很多的庭官在那個地方 那不知道跟庭定有沒有關係 但聽了真的是覺得 怎麼會這樣 我們的社會變成這樣 對這個在求償上面 能夠有怎麼樣幫助嗎 而那次這次 醫院還發出聲明稿 那高雄市政府也有發出新聞稿 不過邱議員他認為 高雄市府只會謝責 那醫院這個救護車 應該是可以馬上救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馬上去救 那主管機關的衛生局 大可向消防局詢問 但似乎只忙著撇清責任 橫向聯繫完全失靈 似乎是忙著推託 甚至似乎在帶檢討受害者的風向 讓他意外又難過 那醫院呢 就希望家屬打119求助 但是還原當天情況 119根本打不通 那一條人命殞落 誰來可憐他 忙著推託 那真的是有政府會謝責 我們政府做得好 我們要排排手 但是如果說 當一個像我們之前也看到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那種微觀最大 就謝責的那種態度 是不是也影響到 其他地方縣市政府 有樣學樣呢 這是一條人命 杜律師你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能怎麼求償 原則上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電力的供應 是國營企業嘛 所以說當初我們有訂一個 非常快速 但是小額的賠償方式 所以我相信各位應該在 有時候應該都有拿到嘛 大概就是九塊錢 十塊錢這樣子一個 九五折啦 對對對就是一個非常少的 一個固定的一個賠償金額 但是實際上來講 雖然他是國營企業 但是同時他也具有 企業精英者的身份 所以說事實上 還是可以透過民法 或者是消費者保護法去請求 那在我們的職業剩下中呢 其實這種事情我們常常處理啦 好像有一次有那個變電器爆炸的事件 那那個爆炸事件呢 就把我客戶的廠房引燃了 災了火災 那這個我們後來去求償 法院也都是認為說 台電應該要負這個 明治上的這個 企業精英者的賠償責任 所以我想說這個是沒有問題 那他當然台電會說 這個變電器爆炸是不可抗力啦 然後是這個他們都已經進到這個維修的可能 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呢 法院並不這樣看 法院認為說 這個同樣的一批型號 台電那時候講說同樣一批型號 其他的變電箱都沒有爆炸 那為什麼這個變電箱會爆炸呢 那一定就不可以規則於台電啦 但是法院並不認為啦 法院認為台電需要進到一個 比較這個崇高 比較這個仔細的一個 維護他設備的義務 所以我想說這一點來講的話是 相對來講是 對民眾來講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事實上比較困難的是說 那你怎麼證明說 這個我這個損害的確就是這個 台電造成停電造成的 或者是就像上市那我怎麼去證明說 的確是這個 這個變電箱爆炸 然後引起了火災 那這個其實是在整個 訴訟過程中最困難的事情 那這也是非常無奈的 就是說在訴訟中就是 你要負責去舉證嘛 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發生嘛 那對一般民眾可能相對來講 是比較困難啦 但是如果是廠商 它其實比較有機會 因為它有完整的 這個電器使用的記錄 然後有這個 當時的一個這個電壓的錶啊什麼的 它會比較容易證明啊 所以我想這個 就電壓的那個 對 電壓的那個 對 軸降之類的 然後造成這個爆炸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相對來講 是非常非常困擾的 不過我想這件其實 回到剛剛那個很不幸的 往生的事件 我想應該是還好 因為這個行政院啊 自己在質詢的時候 在立法院都說這個是 他們這個電網的問題吧 這裡有個概念 就是說的確沒辦法苛責說 我們這個電網都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說 那照我們消費者保護法呢 你如果有什麼風險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把這個風險呢 要告知消費者 所以說我想說 這裡如果說真的從法律上來看的話 那既然行政院都已經承認了嘛 對不對 這是為什麼會停念 就是這個這個叫做什麼 他用了一個這個什麼 達行的時候用了一個什麼 是什麼乳酪理論 乳酪理論 對就是說對不對 這個院長不是講的嗎 這個為什麼會停電 是因為是乳酪 對我們好幾個機制 然後結果都剛好出疲漏 所以才會停電 那這個其實在法律上 就是一個證明啊 就證明就是你台電的整個系統 是有問題的嘛 那你這個風險就必須要 事先告知消費者才能免責 那基本上我們用電那麼多年 好像沒有看到台電有警告我們說 注意對不對 這個隨時有停電危險 他沒有這樣子警告過我們嘛 所以他這個基本上就違反了 這個消保法的這個 企業基因者的義務啦 所以我想說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停電的過失是 比較容易判斷 那當然現在比較對家屬來講 比較困難的可能就是說 那怎麼證明說 這個停電啊就會造成 死亡的結果 那這個是如果將來家屬 要進行訴訟的話會 所以又是一段傷心的開始啦 傷心的開始 因為你必須要不斷地去回想 當天這個非常恐怖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非常困擾的一件事情 那這也是我們律師 比較無力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沒辦法很 單純法律來看其實很單純的安檢 但是沒辦法很 妥適的來安撫這個當事人的心理 所以有時候律師還要當家屬的 這個精神心理導師 對 因為我想其實 這個發生不幸的事情了嘛 任何的賠償都是其次啦 人民無價 主要就是自己心裡面的一個想法啦 好 那既然跟台電求償 那台電似乎也成了頭號戰犯 這個案子呢 在我們追蹤了之後發現呢 高雄市政府陳其邁 有到家裡去慰問 對於這個80歲長者走掉這件事情 那94歲長者還沒有跟市府聯絡 也呼籲這位死者家屬 可以趕快跟高雄市政府來聯絡 他們法治局好像有個單一的窗口啦 那目前所知上次光是303停電 就造成了一般用戶用電大約佔70% 那企業商家是佔30% 都各有求償 包括呢一般像是電器電子設備啦 電梯馬達還有機板的損壞 那還有民眾反應家用 微生呼吸器無法供養至家屬死亡 就這兩件啊 還有企業營業用的商家 反應停電受營業損失 薪資損失機器設備 薪資損失可以求償嗎 這個當然都是可以啦 這個是只要是 當天已經有安排了 比如說當天 因為這個營業所以說我事實上是有員工 來到這個現場待病吧 那我支出他的薪資那當然可以 不過問題是來講就是說 營業損失其實就是薪資損失 比薪資損失還要高啦 因為什麼叫營業損失 就是我本來預計會賺的嘛 那這個叫我的這個營業損失嘛 所以說如果營業損失 如果拿到了 大概薪資損失就不會再判給你啊 那通常是說我營業損失 沒有辦法預估啦 因為我不知道我今天可以 有多少客人嘛 所以說我知道推了全球 去請求一個比較低的這個薪資損失嘛 所以說大致上是這樣啦 就這兩個其實是有一個互補的關係 對那民眾可以選擇是自行找律師 或者是像高雄市政府 以後法治局的一個單一窗口 那相關的證據都要提供充足 就會有打贏的勝算啦 那大家都跟臺電求償 但真的都是臺電的錯嗎 這個剛新任的檢查總 剛新上任的檢查總長行太招喔 大家對他升官路線 幾乎就示範了一條路耶 就是司法服務政治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喔 但是當然講這話對司法很傷 但是臺灣會停電 就是因為缺電嘛 那我們不去就責能源政策 然後行太招就用這個准放火罪啦 還有妨害公用事業罪 拿三位臺電員工來記起 用公共危險罪來偵辦 15萬元交保 創下司法史的先例 那臺電員工當然也就人心惶惶啊 我是走到老冠 嚇到老爛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輪到自己 真的是甩鍋給基層 那這樣抓小放大 蘇貞昌也說這個是人為因素 造成的停電 那最大的人為應該是蔡英文總統吧 這個能源政策錯誤的方向 或急躁的政策 應該檢察官要好好徹查才對 但是行檢察總長敢徹查蔡總統嗎 這個原則上是這樣子啦 這個可能先講這個准放火罪好 其實這個是一個怎麼樣呢 就是它是一個這個 目前能夠看到那也只好這樣辦嘛 不然怎麼辦呢 那其實叫它准放火罪應該不太正確啦 因為我看新聞裡面 它其實是用過失失火罪來處理 所以應該是准失火罪啦 准失火罪 對那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公共危險罪是把它分成三種 一種是燒毀現在有人居住的房屋嘛 那一個是燒毀現在沒人居住的房屋嘛 然後第三個是燒毀其他的東西嘛 那這三個如果你是故意的話 我們就叫放火罪 如果是過失的話就叫失火罪 那後面那條呢 准用的規定呢是 它是同時准用放火罪 也同時准用失火罪啦 就是看你是故意還是過失啦 那什麼東西准用呢 就是放火罪是說我要去點火 我要這個什麼那時候 只有故意的成分 不是啦就是那個什麼 一個打什麼一個凡拉會跟那個什麼 對就是它是要點燃嘛 那個叫放火 或者說我不小心的就叫失火嘛 那如果你是點燃之外的 其他方式造成火災 比如說電線走火啦 比如說這個什麼投炸彈啊 爆炸啊 然後什麼等等之類造成這種火災的話 那就要看你是故意過失的話 是算失火還是算放火罪 其實這條在 這條其實在司法實物上常見啊 就是你這個只要 家裡有發生過火災啊 就一定會被這條 去追訴 引用這一條發育 就是比如說家裡發生火災了 然後蕭旺姐就會來鑑定 然後就會說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比如說你是這個 電線年久失修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 因為電氣引起的火災 那就是一個過失的 過失的準失火罪啦 所以說很多人就說 我已經房子燒掉很可憐了 結果都還要再跑去檢察署那邊 真的啊 對對對 這個是 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 提告是誰 提告是消防員嗎 還是警察 因為消防局就會做 就是火災以後 他一定要做鑑定嘛 然後那個鑑定 就會交給這個 家屬家屬那邊就會分安 對 所以說這個是 這是很慘啦 這是舉凡有火災 大概就都會有 但是我是覺得這一屆 應該不要看了嘛 這件有引起火災嗎 沒有 好像沒有嘛 沒有 就是上次那個萬隆變電所 你剛剛說那個你的客戶 對對對 那個廠房 但是桃園在上個月 現在已經四月了嘛 三月的時候連續八起 還是六起的火警 到現在原因不明啊 那個桃園消防局的火吊客 他們說調查之後 把相關證據就送給檢調單位 但是就不對外宣布 我現在的官員都不用跟民眾交易 不用跟媒體記者問他 說欸 樹難奉告 不予置評 那是不是缺電造成不予置評 因為你們沒有台灣價值 有台灣價值就會跟你們講 是 有台灣價值啊 那誰有台灣價值呢 有台灣價值的人不受監督啊 真的是 所以我想說這個其實在法律上是 大概是一個SOP啦 就是一定會不會 那這一次大概假數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把一個過去其實一定會掉下的事情 然後就是把它拿來當新聞 拿來做救援投手嘛 但這個是比較糟糕啦 這有點奇怪 而且還說這個 還要擔心喔 那個有動物被人家是不是人為 故意須丟過去 然後造成停電觸電啊 我真的覺得政府如果無能喔 累死基層人員還要被羞辱喔 不過我是希望法院或檢察署 既然偵辦了這個案件嘛 所以就希望他們能夠真的 達到司法權 當初行政跟司法權分立 就是希望司法權 能夠做到行政權想要引蓋東西 能夠把它 調它清楚嘛 所以我想 司法權這次如果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也非常不好啦 如果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然後真的掉下清楚 到底為什麼我們的電網會從 我們過去印象中的是 不會那麼脆弱的 然後到現在那麼脆弱 那到底真正的問題出了哪裡 那如果法院啊 檢察機關啊 能夠把它調查清楚 我覺得也未必不好啦 不過大概這個是很卑微的 很卑微的請求 對那個律師還有人民 很卑微的請求 那既然已經送檢調 那就請檢調單位好好的調查清楚 還給大眾一個正確的 到底原因是什麼 到底原因是什麼 但就怕不了了之了 高端疫苗的檢調單位不是也差 還沒結案嘛 還沒啊 對啊 也沒有下文啊 好 不過我們用力監督政府 好 那線上只有有理會議員說 政府只會甩鍋給小動物啦 還有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這附和你講的 塔綠班吃萊豬何時啊 達斯維達 還有一句抗中寶臺 就可以轉移焦點啦 還有支持正義的聲音 還有有很多塔綠班覺得是中共退務 害台灣停電啊 哎 什麼都能夠扯到抗中寶臺 那真的也不用這個政府了 大家都用這個明目講就可以了嘛 好 因為我們在上禮拜 也有這個 劉德的法學博士翁曉寧教授 他有講了幾個觀念 就是包括在國外 德國電權保護的觀念非常強 那我們國內呢 就有台灣電力公司 消費性用電服務契約 內容有載明說 除了可以規則用戶端 你自己把它弄壞 沒有電之外呢 那其他台電應該就有停電的情形 負起賠償責任 只是說我們台灣人民 可能還蠻善良的 沒有主動去求償 沒有啊 那個 服務契約裡面的那個賠償 其實台電都有做到啦 只是說那個額度非常的少 你說95折那個電費 好 另外呢 民法191條 工作務所有人損害賠償責任的規定 還有消保法第七條 企業主損害賠償責任 這個都可以進一步 向台電求償 記得你之前有講說 用消保法去跟政府求償的 跟台電求償啦 因為畢竟這個 供電契約是台電跟人民之間的關係啦 所以這個可能說 要進一步的要求政府來負責任 可能相對來講 在法院訴訟中就會 比較有困擾啦 就是真的假設 這一次我們的法院 真的能夠調查出來 是因為政府的這個激進的 這個能源政策導致了 電網出現異常的話 那的確這時候有可能啦 政府可能因此有相對的責任 但是我想這是比較困擾的啦 那但是單純就是從這個 電網停電這件事情嘛 那既然這個蘇院長 在這個國會質訊的時候 都已經承認了嘛 這個人為 對這個就是台電的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台電系統性 對不對 就是他的那個乳酪理論嘛 對不對 這有點政治干預司法耶 也不是 這是代表 這代表他自認他台電 那個電力公司做的差嘛 對啊 所以他這個我們基本上在訴訟中 最喜歡原告 或就是喜歡對方亂講話嘛 對不對 對方喜歡講話 對 他既然都已經承認 這是台電公司的時候 那就台電公司來背吧 那就是台電公司來賠償嘛 但是問題是 你要是台電的人 我真的覺得很悲哀啦 就每天就是哪裡停電 哪裡壞掉哪裡修電 趕拉線還要冒著生命危險 現在還要管動物啊 然後現在那個政府無能啊 甩鍋要甩給台電 那這個台電人員真的是 這有時候會覺得不如 不如歸箱去了 那還要服務大眾 真的甩鍋 這樣不行吧 那能源政策如果有問題的話 譬如說 2025達到非核家園 這很多人 連台電 連經濟部長王美花 台電主管機關都說 達不到20%的再生能源 只有15.6%啦 然後2030年最近不是又出來了一個 碳排放中和 碳中和的這個無碳路線嗎 也被人家講說 這個是在畫一條直線 畫圖用的 那也沒有任何專家學者出來背書說 這個2030年 碳中和路線是可以打得到 我不會像你那麼悲觀啊 搞不好明天外星人來了 然後有新科技就 真的嗎 對啊所以這個還沒有實現都有可能嘛 是 所以杜律師 你這邊還有一個案例是要跟我們講說 這其實也沒有那麼悲觀 有小香米對抗大金魚而成功的案例 呃其實 主要就是大家對法院喔 就是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現在感覺起來啊 好像所有的東西都是 都是這個執政黨一手包辦嘛 但是實際上是 行政法院還是有它的功能啦 就是畢竟就是法院跟行政之間 還是有一個監督的關係啦 那法院還是可以去促使行政機關 要把事情講清楚啦 所以說我想這個是我們台灣 畢竟法院還是有它具的功能 所以也不見得要這麼悲觀啦 真的嗎 對就是希望法院印起來 好譬如說像 之前我們有個當事人啊 他是這個公務員嘛 所以就配了一個宿舍 好然後 然後 他的宿舍在嘉義吧 我記得 然後他後來在退休前被調到台北上班嘛 然後就 到了台北 然後結果後來 那個宿舍就是眷屬住嘛 其實我們想也是這樣嘛 我只剩一年就要退休了 那我當然就是 眷水被想跟著到台北來啊 因為我一年就回來了 結果後來 那大家也沒事 那他就回到 後來就退休了就回嘉義吧 那那個時候的法治是說 這個宿舍是讓你用到 死為止吧 退休嗎 退休後還是可以繼續住 那他就繼續住 然後結果後來因為那邊要改建 所以說就把這個就發了一筆 這個補償金啊 就說那雖然是 簽衣費啊 對對簽衣費 因為雖然答應讓你住到死嘛 但是問題是 這個我政府要用嘛 所以就發給你一個簽衣費 那結果好死不死的就是 一個宿舍區啊 都領了簽衣費走了 然後有一個人要領簽衣費呢 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啊 就不給他 然後那個人就到處去告說 那為什麼你們就不給我啊 那為什麼都是給其他人啊 然後你們給其他人都是不對的 要求其他人啊 要把這個 我跟他判決寫200萬 對200萬要把200萬 如果哪個單位這麼好 公務員還有宿舍住到死啊 其實舊的時候都是這樣 舊的 零務局 對然後那時候就說要求 你說你要把這個200萬要還回來 好那這時候就可以看出來了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發現司法的重要性 就是你一定會遇到這種事情 像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像我住的社區 那我們有規定說停車不能超出停車格 超出停車格就罰500 但是其實大家停車技術都很爛 所以說誰有誰 多少都一定會都會歪歪斜斜的 沒有人會挺那麼正的 所以說從來那個500塊那個 這個也從來沒有真的實行過 結果後來有一次 就是有一個住戶他 車位被外車停了 然後他就請這個官員會來處理 那可能心情就不好 所以就跟官員會口角說 你們怎麼可以讓這個外車來停 反正就吵得很難聽嘛 就罵了罵了罵了 然後後來那個 那個管理員就專門打麻煩了 他的車子要一停 超出來就罰500 所以這就是行政權的問題啦 就是說因為法條很多 然後真的是不會有人管 就是真的就是 只能講說就是行政官員不可能 像我們律師對法條這麼熟悉啦 所以他一定很多東西都是得過且過 但是有人檢舉了 或是他對你不爽了什麼 他就去處理 然後他就故意找你麻煩嘛 那這種東西呢 那誰能來解決 就是只有法院能夠幫你解決嘛 所以像那個案子也是一樣啦 其實問題其實很單純 就是從過去慣例上 反正就是你住嘛 我是發200萬嘛 結果後來因為有人檢舉了 那所以只好處理 那他們也不會去真的去分析說 到底該不該給200萬 反正有人檢舉了 我就全部要回來嘛 那最後後來在法院裡面 那法院就很願意聽嘛 就是要調查證據嘛 那到底你那天有沒有住在那邊 那到底你眷屬住算不算 法規裡面所謂的你有居住的事實 那這些他都會逐一的調查 所以這就是法院的功能 結果調查出來是還給他清白 就是不但家屬能住 而且這牽移費200萬 就是你的 沒錯 所以說這個是法院的一個功能 因為行政機關實在是 他沒辦法他要很快速的處理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會受到這個很多時候的一些 不當的干預啦 那這些就是法院能夠幫忙的地方 反而能把一個輿論 本來被輿論扭曲成說 這個人他就沒有居住在嘉義的 這個宿舍的事實 你已經搬到台北 那你應該要還回來 200萬還要再扣回來 但事實並不是像輿論所講這樣 反而讓他回復該有的權益 就是200萬還給他 而且家屬還可以繼續住在 嘉義領務局的宿舍 那你是因為局務的關係 被調到台北嗎 對啊 哦 原來是這樣 所以雖然司法路漫長 但是還會還回到 但是就是比較辛苦 就是這個路是很漫長的 像那個案件從102年 打到七八六年嘛 這樣上上下下 所以其實就是對人民來講 就是法院是一個很慢 但是也許有用的一個機制啦 但是它的成本也是相當的高啦 時間也是成本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是這幾個禮拜呢 NCC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 它在審照進電視的這個案子上面呢 有太多太多的爭議 那包括呢 我們為什麼要盯著這個案子 因為這關係到整個台灣的媒體環境 跟監理還有民眾 你手上的遙控器的新聞台的選擇權 到底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呢 還是掌控在政府的手裡喔 怎麼說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講啊 現在的這個49台到56台新聞台 看過去衛星電視一片綠喔 幾乎泛綠喔 當然當然不是全部啦 那這審照過程NCC到底有沒有放水或護航呢 那就像靜電視說他拿衛星執照啦 就好像如入無人之境 背後的政商糾葛講不清楚喔 那還被查到靜週刊的社長裴偉 同時擔任靜電視董事長 發薪水150萬每個月 給自己管理公文公司 而這管理公文公司是 隱身在台中的一個空房子 看起來沒有在運作喔 那這當中有很多很多的疑點 我們有討論了兩週 那接下來呢在這個公聽會上 我們繼續來看 還有更多的專家學者 提出更多的疑點 大家來看 無線廣播電視是因為它的電波是國家所有 大法官364號解釋 也只承認這個領域是可以執照高度管制的 可是我們另外兩個法都有許可 都有執照 在我看來後兩者的許可跟執照 應該是原則上renew 原則上更新 靜電視的這個案子呢 有沒有問題 那其實問題很多 那我呼籲要撤照 帶團隊去NCC面試的是 陳建平董事長 還有李永峰、楊雅傑這些的董事 去面試的是這些人 結果呢拿到執照之後 現在要開始營運的是另外一群人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高中生考試 我去找人去面試 高手去面試 去這個提出書面報告 然後呢我考進了台大 考進了這個好的學校之後 我換一群人 我換另外的學生去念書 可以這樣子嗎 那其中有一位大股東 我們大家 全國的人民來注意他一下 叫做保家集團的 這個林嘉宏 他派一個蘇貞平代表來 所以表示呢 他是我們這個靜電視的這個大股東 那這個保家集團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想很多人知道 過去在這個勞動基金的這個弊案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發現了這個保家集團 我們看一下 保家集團的是我們股市的突嬰 那也是全台最大的建商 這樣的一個股市突嬰 這樣的一個最大建商 可以當我們這個靜電視媒體號稱 民間公視的這樣的一個新聞台的大股東嗎 這非常的不適任 那第三個呢 我們也呼籲監察委員來介入來這個調查 陳孝祥主委 這個他在整個這個過程當中 據說在去年五月初之前他是反對的 五月初之後呢 突然他又贊成了 而且整個七位委員裡頭只有三位贊成 他成立之後六年內都是虧損的 那都是虧損他為什麼要來成立呢 那我們合理的懷疑是 他有可能是為了保護他自己的建商的利益 為了他自己的業務的利益 在喊另外投資利益 那他來出一點錢來做這些事情 那或者是呢 他虧本拿去找政府來做這個製助性行銷 這都有可能嘛 你自己都承認已經虧損了 那虧損的聲音 為什麼這些大股東會來做呢 那是不是值得我們來思考 他背後的一些無形的政治利益是什麼 網路傳的圖卡 確實第一個用的是我們在用的這個繁體字 不是簡體字哦 寫成我向全體國人做出三大承諾 無論發生什麼事 總統永遠不會丟下你們 這個是總統用語嗎 第二個無論發生什麼 國軍都不會向你們開槍 那剛才也有很多委員提到 就整個整體的新聞 或者是所謂的廣播電視市場裡面來講的話 是有進有出的 那當然基於維護言論自由的部分來講的話 對於所謂的很多的媒體的聲色也好 換照也好 我們都秉持的嚴格的程序去處理 好 媒體的聲色換照秉持嚴格的程序去處理 有嗎 如果大家覺得NCC主委陳耀翔 NCC的委員們有秉持著嚴格程序去處理的話 請在下面幫我加1 如果沒有的話幫我減1 我們現在來民調看看 線上600多位網友 我們來看看 靜電視案子有秉持嚴格的程序來審理嗎 如果有的話加1沒有的話幫我減1 沒有按照程序審理就是減1 剛剛在裡面有提到 唯一的律委就是劉世芳委員啊 對他還在講那個 蔡英文總統的肖像 疑似被大陸對岸做任制作戰 被講出去說 因為在烏二戰爭很緊張的局勢說 國軍絕對不會背棄背離民眾 但是我們那個是在講審教 跟那個媒體環境的主題一樣 就只有他跟人家不一樣 好那另外呢就是在這個 剛剛提到了很重要的 有一個背後大股東 靜電視背後 其中有股東是寶家集團 這個名稱呢 在上一次的新聞是2019年 勞動基金弊案有他的名稱出現 現在我們所知道靜的背後的股東 有包括除了裴委之外 還有國聚的陳太明 英業達 葉國一 智邦 黃安傑 萬海 陳志遠 還有幾位大建商 那裡面的事隔性問題現在被質疑了 這也就是說 陳耀祥主委曾經在立法院 接受質詢的時候 有說那他們現在 在幾月之前要籌資20億 那因為兩年就燒掉了13億多 那這籌資因為背後都是有錢嘛 所以不用擔心 陳耀祥主委就這樣接受質詢耶 這樣講耶 哇塞 那你是公然幫他護航還是放水嗎 那中天當時在架上 在微星電視上 這個收視率是第一名 而且是頗賺錢的啊 完全不需要去募資 但是有活生把我們給下架 這樣子公平嗎 大家這樣一比較就知道了啊 然後這個 包括這個保家集團被點名喔 那當然這是 他是一個股市上的突嬰 就是他旗下有八家投資公司 聯合收購股權 要迴避金管會超越大股東 這個適格性10%以上的上限規定 所以就去奪取人家公司的經營權 這是很多企業主文之喪膽的股市突嬰 那這個基金弊案啊 已經有錢科在前面了 這當成媒體的大股東 那他真的會幫大家做好把關 這個新聞的專業 還是他自己維護他自己建商 或股市的利益呢 你怎麼看這經驗式的事情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從很狹隘的 法律本身來討論 那這個是我的專業啦 那其實這個案子裡面 最引人疑鬥的一點就是說 事實上在外部委員審查的時候 就對裡面的結構有意見 所以第一次外部審查是沒有通過的 那結果後來他做出了承諾 改版了一個新的計畫書 然後通過了以後 結果正式上市以後 然後正式上架了以後 然後他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樣 對 又換了一批人 又換了一批人 然後那個本來答應承諾 就是不可以進到 進電視的那個崔先生 然後後來也進去了嘛 對 所以說那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啦 就是在法律上是非常嚴重 就是這個等於是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基本上廣播電視 就是一個高度管制的企業嘛 高度管制的行業 那他在對官方的做的審查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附加的條件還有承諾 其實這個都是所謂 行政處分的付款啦 就說我為什麼給你這個權利 那因為你得遵守 後面附加的幾個條件 那這些條件你都做不到的時候 當然理論上這個行政處分 必須要被撤銷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法律上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為什麼當初這個外部審查意見 介意的這幾點 然後這個後來竟然都沒有做到 然後NCC不去處理 我覺得這是NCC所應該要面對的問題啦 那第二點當然就是更 比較嚴重就是說這個 所謂執政黨的秘書長有介入 這件事情的傳聞 洪耀福嗎 對 洪耀福 那這個當然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完全違法我們訪募電視法 這個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問題 所以說我想這個東西可能是 真的是需要有一個 超然的機構啊 能夠去做這個詳盡的調查啦 那當然目前都是傳聞嘛 所以說法律上也不能 也不能就講說他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如果有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最後回過頭來就是說 講到你剛剛問的那個股東的問題 股東的問題我是這樣子看 現在這個媒體也好 除了像你們中天還可以賺錢之外 到底還有哪家是賺錢的 應該都沒有啦對不對 而且不只是台灣的媒體不賺錢 就是基本上是整個 整個國際上的這種新聞媒體 大概都很難賺錢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能夠接收到的 資訊來源太多了嘛 像我有在大學任教 那我問說我們的學生說 那你們新聞從哪裡來 就是直接看什麼臉書啊 英特光啊對不對 他們連那個 他們連那個手機上那個什麼 什麼APP啊 什麼什麼什麼東森新聞APP 什麼那種 像我我還看一下 他們連這種都不看了嘛 都不看了 對都不看了 所以他們不在乎新聞的正確性 他們看了 沒有他們就是看臉書嘛 就是因為 就是他們就是看的是社群媒體 自己轉貼的啦 就他們不會自己再去看 查證啦 或者是說 他也不會想去看那個 他們也不會想看新聞 因為覺得很無聊嘛 那他們的新聞來源 就來自社群媒體的一個轉述嘛 你會變成說 我既然要在這邊當 就是在這個群體裡面嘛 那我的同學們 他們可能 話題是什麼 然後他們會把它轉到 這個社群媒體上 然後他們就會看那個 免費的社群媒體嘛 他們也不會再去花錢 所以說連蘋果 那這樣你怎麼教學生啊 連蘋果日報都到了嘛 他們說要到收費 收費也沒人要看嘛 蘋果網路新聞 所以說現在的 我覺得是整個環境改了啦 就是說 真的能夠賺錢的新聞媒體 應該是不多的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現在就變成說 那些如果那些有錢人 為了他自己能夠有個發聲的舞台 所以投資這個新聞媒體的話 那應該是要被鼓勵的 要不然就沒有新聞媒體 沒有發聲管道 對就沒人要再去做新聞台的嘛 對如果是 對所以就 我是覺得現在的新聞台 已經變成有錢人的一個玩具對不對 因為他本身已經沒有辦法做到財務的自由了嘛 但是你就可以看出就是NCC的偽善嘛對不對 那NCC還要求說這個新聞媒體要中立啊 一定要什麼 但是這個基本上 他自己都不中立了 自己手都伸進去 或者是當做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是 這個是很糟糕啦 就是我覺得是整個 那如果我們承認了現在的時代就變成這樣了 就是你的新聞媒體已經沒有辦法財務上自立自強了 那你審查的時候就不能這樣子偏頗啊 說你中天你這個財團我不喜歡 所以我不讓你上啊 然後這個保家局對我很好 所以你就不能夠做這樣的審查了 以前為什麼可以審查 是說因為新聞媒體是可以自我自己自主吧 就是我新聞媒體做的好 我自力做好了 然後我就可以賺錢嘛對不對 我不用看老闆的臉色嘛 因為我新聞做的好 所以說你那時候說你NCC審查很嚴格說 我們要審查你的什麼專業啊 我要審查你的什麼 那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嘛 但是問題是現在情況 是不是已經不是這樣子嘛 是不是新聞台就是賺不了錢啊 那他就是要靠金主組織啊 等一下 杜老師 我還是要反駁一下 剛剛那個廖元華老師也有說 其實內容應該採低度審查 因為他衛星其實佔不到評審啦 對啊 所以說就是說這種情況 像NCC就不能夠再去審查 對啊你審查跟共產黨什麼兩樣 對啊就不能審查啊 對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就變成資本的力量要來互相制衡嘛 是 互相做什麼 這已經不是說媒體能夠自律的問題的 因為媒體自律又賺不到錢 那誰會願意出錢給你媒體搞自律的 所以說現在就變成是 的確就是資本今天互相碰撞衝突 然後做對比的事情了嘛 那NCC就不能在中間 你這個媒體不能這樣多年 這個就基本上就斬斷了新聞自由啦 對啊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是 我覺得實在不一樣的NCC的大腦也要改啊 我們那個法律的架構其實都要改啦 如果說各新聞台都這個 各種多元化的聲音都有報導的話 那也不會大家都不想要去看這個有線台嘛 那不是說4月1號 那TVBS到4月8號 網路新聞都不能夠出現 因為系統業者要求 你就知道系統業者的權力有多大 你們如果都到網路去播新聞 沒有人要看這個衛星電視啦 所以全部給我回到衛星電視架上 不要在網路上播新聞 所以從這個大概網路上看新聞 大概只能看到中間新聞了吧 算好失音或得福嗎 那剛剛有跟各位網友還有粉絲問說 這個關於NCC有沒有嚴格的審查 淨電視的營業許可執照呢 大家都是減一減一耶 還有減一減一減一 陳中榮 馬金衛 Victor Wong 李坤生 黃國賢 大家都是減一 善小偉 說是張兮兮啦 還有龍寧 周信弘 肥魚雪 哈囉 你看 大家覺得這NCC一點都不中立嘛 這已經眾所皆知了 那所以剛剛那位經濟學者 鄭秀林教授他就呼籲呢 監委要介入調查 那陳耀祥主委和裴委 是否有巡私違法呢 並且要呼籲這個蔡主席 就是蔡總統還有民進黨 要介入調查這個 是不是洪耀福在這個案子上面 是不是已經踏到了黨政軍 介入媒體的紅線呢 那這個事情喔 因為這背後大股東也太多了 包括臺灣第二大代銷業者 是賈山林 董事長駐文宇 他就說他要撤資了 外傳他要撤資 而且他已經發簡訊 告知了系統業者 包括了中華電信的業者MOD 就說呢他要改買另外一個媒體 不要進電視了 那這個媒體就是環宇新聞台 還有亞洲旅遊台就是亞洲衛視 亞洲衛視 那他要改賣那邊 不過他本這個NC說 他還沒有接到這個申請啦 那這個媒體環境 其實真的不太容易經營喔 那杜律師在學校教書 也發現現在人都不看電視了 那他的利潤也一直在銳減 但是有轉到網路上來嗎 其實說實在中天經營 也不是那麼順利喔 大家還要加油喔 幫我們訂閱中天電視 然後每個月可以小而扣款 實質支持中天電視 讓中天電視繼續在網路上 永存下去喔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遲來的正義的案子喔 就是旺旺集團董事長 蔡衍明的勝訴的一個案件 也就是說中天和旺旺集團 我們是同署涉及新聞事務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三年前呢 上報就報導了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 也就是國台辦 說電話呢跟這個蔡衍明商討 要中國時報停刊停播 作為抗議的手段 抗議什麼呢 就是在2020年1月上路的反滲透法 但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判決呢 經營上報的世代傳媒公司 總編輯還有撰稿的記者要賠償 蔡衍明20萬元 還可以再上訴 那當時呢上報標題是說 不爽反滲透法三讀 中共涉台系統暴動員 忠實停刊抗議 哇這個標題寫上去 你看喔先把你抹紅喔 但是你要頻繁 你慢慢去打官司吧 三年後三年後 現在才頻繁耶 那賠20萬 這個我覺得會告這個 這樣的案件真的是名譽上 還有包括整個中 包括中天的這個媒體 全部都被抹紅 他們都抹紅在先 包括之前有一位羅文家 民進黨的這個前立委 也用抹紅的方式 就是說就是旺旺就是中資嘛 中天就是中資嘛 是嗎 不是耶 法院認證不是喔 那即便在刑事妨害名譽上面 有可能是不起訴 但是民事就求償 因為的確是損害到名譽 而且損害到這個媒體 你就被抹紅了 那像有些人不知道 像我有時候早餐店啊 在買早餐 老闆知道我是中天的員工就說 欸 你們中天是中資嗎 我說你怎麼會覺得我們是中資呢 他說很多電視在講啊 委員啊 談話節目 的確 真的耶 那我也有時候突然也被搞亂了 好好來查一查把判決書翻出來 就不是嘛 那這個事情呢我還特別在看了一下 那之前的判決 之前的判決有講說這個羅文嘉 怎麼樣抹紅中天喔 那他的刑事部分是 妨害民運不起訴 但民事現在還在上訴 還在告喔 那就是說對於這個公平的範圍 是法院是允許的啦 但不代表你就是中資 而且更何況NCC國安會 還有陸委會 國安局 還有這個相關的單位都已經查過 就是沒有中資 是有一個旺旺控股 但那個是香港 是香港的控股公司 完全沒有中資的這個補助 所謂補助呢 這是台灣的入資企業 在大陸因為有擴展到一個規模 而接受這個補助 這跟台積電補助台積電 補助鴻海的道理是一樣的 那跟這個控股公司 是香港的公司 跟中天 中視 台灣的公司 完全沒有資金的 也不能互相往來 這是不行的哈 唉 每次要解釋這個問題就好累 這個叫莫須有嘛 就是不需要有證據啊 對 說你是你就知道 是 對 那這個蔡衍明董事長 是求償500萬元 但是現在判決出來是賠20萬 其實20萬 你說他好像金額也不大吧 但是對於回復的名譽呢 是有必要的 那遲來的正義是正義嗎 杜律師你覺得 這個妨礙名譽就是非常非常 困擾的一件事情啦 就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司法上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我們的客戶很多就是氣不過 提這個然後都打了好久 然後又難贏 然後贏了以後賠了又少 那以前還可以拿到一個 這個道歉的強制執行 那大法官說 這個還不能要求道歉 因為要求道歉是妨礙言論自由 所以不能貪登冒險道歉 所以說這個是非常 這個是非常困擾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妨礙名譽可能 還要進一步再處罪化吧 所以就是連刑事以後也沒得告了 所以這個我想都是 非常困擾的一件事情啦 就是變成說 我們可能要習慣一個就是 大家就可以隨便罵人 隨便造謠的一個混亂的社會了吧 哇 那真的自己的權益 還是要知道維護 還有這個法律界限要了解 不過在這個案子當中呢 我們發現就是在 他是這個刑事不起訴 但是因為要繼續求償民事 因為還是要回復名譽 所以就有交付審判的一個過程 那所謂交付審判是不是 我就不要經過這個地檢署檢查系統 而把這個案件直接交給法院 有法官來判決 這樣速度是比較快嗎 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我們過去偵查是由 檢察官來做這個主題吧 那我如果不服 我就跑去假官那邊 去請假官調查 那我就自己就不用調查了 那如果你自己其實調查清楚的話 你就可以去提 自訴了 就不用走公訴 那你如果提告的話 比如說等檢察官來做調查 那檢察官偵查以後呢 他可能會覺得說證據不足 所以他就會做一個不起訴處分 那對這個不起訴處分呢 我們就可以申請在意 就是由上一層的檢察官呢 來看說那比如說地方法院檢察署做的有沒有問題呢 那高檢署就來做一個審查 那高檢署審查會認為說沒有問題啊 真的證據不夠啊 所以沒有什麼犯罪嫌疑啊 所以他就會駁回你的在意申請 那過去這個到這時候就死掉了吧 沒有什麼救濟的途徑嘛 那後來為了要能夠對假官的權力進行制衡啊 所以說這是我們設計的所謂交付審判制度 就是說你對這個不起訴在意的結果不服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證據啊交給這個法院啊 然後讓法院啊 所以為什麼叫交付審判訴訟 就是說你跟法院講說我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直接交給法院啊 你來審理 所以說如果交付審判的制度的訴訟贏的話 那你就要開始進行這個實際上有沒有犯罪的一個 這個進行這個相當的這個訴訟的過程啦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不過大概我想 法案名譽現在來講是 其實是比較困難嘛 因為我們現在說所謂的真實惡意原則嘛 就是說除了是假的之外 還必須證明你是惡意的 比如說你是什麼有故意捏造啦 或者是說你是這個明治不實啊 然後人安委報導才會構成這個形式上的妨礙名譽啦 那如果你是說我是聽別人講的 我有求證過啦 我有問過 那這個大概都不會構成所謂的這個 妨礙名譽的刑事犯罪啦 那甚至連這麼低度的這個東西啊 那現在可能很多法界還是認為說 可能連這個刑事都要完全除罪啊 因為他怕說刑事會干擾 我講話的勇氣啦 所以說這個還要除罪 那民事上面就相當來比較單純啦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客觀合理的 能夠知道這個是不實的消息 然後你仍然做報導或所有宣傳啊 當然就會比較構成民事責任 好 這裡面就是包括說在 當然對這個 對中天中視還有這個旺旺集團來講呢 就是一個抹紅的過程啦 因為整個報導裡面呢 也沒有講 也沒有跟國台辦查證啊 我們不是說要平衡查證嗎 那你要去這個查證國台辦 那是不是有這事實呢 那如果查半天就是沒有這事實 而的確呢在中間有一段是在法庭上 蔡衍明董事長有說 不是他去出庭啦 是其他相關證人 的確有跟這個一些主管來參序 因為當時有一個反滲透法 2019年年底才修法 2020年1月就上路了 非常快喔 那這裡面管的其實還蠻寬的 很多台商因此觸法 而且被入罪關押被判刑啊 所以這個法其實對 你要說他好還是不好呢 那現在執政黨訂出了這個法 所以在參序上面呢 蔡董事長就跟同仁講說 要小心不要觸罰 有提醒一下 但是卻被寫成 用結了兩張對話 兩個這個通訊軟體截圖 就是說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包括說旺報忠實停刊 其實當時旺報是有一些這個 削減章數的一些經營上的困難 所以就夾在中國時報覆送 那如果真的是要停刊抗議 那你看現在旺報跟中國時報 也不是還好好的啊 好好的存在喔 所以這些不實的消息真的 有時候必須要透過法院啊 要長時間的來釐清 但是我們現在執政黨 似乎很瞭解這種遊戲規則 先把你潑糞抹紅了 所以我想反勝方法 其實主要的目的就是這個嘛 就是當然就是 兩個敵對的政權 一定會互相的滲透 互相的這個做輿論戰嘛 那事實上我們也常常 我們不是很多小朋友都跑去 大陸那邊去寫一堆 對這個反政府言論 所以說其實是很常見啦 但是問題是這種敵對政權 間的互相的對視 應該它是屬於 情報工作的範圍 比如說如果我們的確發現了 某個人收了這個大陸的情報費用 然後到台灣來做某些事情 那是情報監控的事情 那其實你沒辦法攤開來 用司法來解決啦 那所以說反勝方法的問題 就在於說他其實不在乎 實質上去解決 我們兩岸之間有沒有互相滲透 甚至你不是情報員都會觸發 對那他要解決就是把正理抹紅 就是說反正我對你不爽 我就說你是紅的嘛 好糟的法律喔 對所以說像反反的話 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嘛 因為他的確 我們可不可能接受 這個中共花錢說 大家來投這個 杜家居今天選總統啊 請大家花錢幫我助選 當然我們不會接受這樣子的 不可能接受這樣子的行為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什麼是對價呢 那裡面沒有沒關係 所以說今天可能啊 今天像這個台積電對不對 台積電他因為中國大陸有那個 公司輔助吧 產業輔助的政策嘛 所以他有從大陸有收一筆錢 然後結果他在我要選總統的時候 台積電覺得我是很好 所以他說好我支持杜家居選總統 那這時候他領那筆產業補助 跟他支持我選總統 中間是沒有英國關係的對不對 可是滲透法沒有寫啊 沒有寫說這樣這種情況不構成 反反法法 所以他如果認定你有關係就有關係 對 所以說這個就會變成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這很惡法耶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滲透法 他怎麼規範哦 就是境外敵對勢力滲透干預 為了要確保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維護中華民國主權還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才定本法 境外敵對勢力 對 這最主要是第三條 這個好籠統 他來講就是說就是 不可以接受這個滲透來源的指示 就是委託或贊助 那指示跟委託比較明確嘛 就是說 比如說國台辦指示說 你們要支持多大去選總統 那這個是指示 那這個更明確 這個問題是什麼叫贊助 對那贊助就沒有明確的定義啦 所以說只要你有收過中國政府的錢 然後你在台灣做了一個事情 我政府不喜歡 我就可以講說 你的錢跟這個對有關係 滲透法 對啊 所以我就可以講 像台積電 因為他們就有企業補助對不對 所以所有只要是台商 都有接受過補助 對啊 那所以說 那只要我一步高興 我就說你就是這個滲透嘛 所以最近一個反送到的漢子 不是就是說 他是拿那個什麼便宜的機票折扣嘛 那所以這個也是算補助啊 也算是觸法了 對也算觸法了 所以就變成他的彈性就很寬嘛 管得很寬啊 對啊 就管得很寬 那是不是真的可能有可能被滲透 是有可能 但是在國際上 那應該是情貿工作的事情啊 是 因為有時候情報 你還不見得能夠判對對不對 你可能還要跟對方去談嘛對不對 然後把我們的情貿員換回來 或什麼對不對 所以那是一個很秘密的情貿事業的事情啊 但是我們把它彈簧 變成一個很寬的反振動法 那其實目的就是 反正就是我看你政敵不高興 我就把你抹紅嘛 好他這邊定義境外敵對勢力 就是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的國家 政治實體或團體 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 危害我國主權的國家 政治實體或團體 那包括這個滲透來源委託資資助 還有政治獻金等等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000萬元以下罰金 那老百姓也都會不小心就觸罰 這真的是要讓大家都不要跟國外有任何這個 尤其是現在選舉期間 年底就要選舉了 那如果我是接受美國什麼單位的補助回來 大家機會有優惠啦 然後來投票 這樣也算嗎 美國是爸爸呀 美國是爸爸 不算境外勢力 那這誰定義呢 這個提告者嗎 還是法院來定義 儘快勢力 真的是 這動輒得救耶 是啊 所以他其實就是用一個很寬廣的解釋的方法 那台灣民主自由嗎 你覺得 講不是的就是滲透了 人家就被滲透了 是 好那希望我們的節目不要被民主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中天電視 那前陣子好像有些限流的問題 但是原因不明啦 那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那每個月可以小的扣款 或者是把我們的廣告看完 最近疫情又起囉 所以請大家多噴噴水神 水神就是微酸性次氯酸水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則廣告 待會兒回來 中天就推薦你這一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這一台真的是還蠻好用的 買回家之後呢 你的生活日常防疫非常的方便 也更加的安心 而且呢 它的大小也不大 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不管是放在店裡頭啦 或者是說你放在公司 放在家裡面 其實也都不占地方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 一瓶的電解液呢 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這完全是可以應援客人很多的時候 環境呢 很需要的時候 都非常的方便 非常好用 而且呢 比你買一個單瓶的 還要更加的便宜 跟病毒啦 細菌作用之後呢 其實它會還原成水 也不會傷害到環境 一天使用上個200次 都不會刺激皮膚 這些就比酒精安全 比漂白水都還要環保 而當病毒風險呢 成為生活常態的時候 有時候這感染呢 還會有一些後遺症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水神呢 就可以幫助你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輸入洪淑芬推薦代碼 CTI108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唷 嗨 再回來我們的節目現場 好 那今天我們杜大律師呢 有跟我們講了 如果再停電 你家有什麼東西 有比較大的損害喔 那當然漢市不要再發生喔 那家屬也說 希望他們是最後一起 而且呢政府真的不要再事不關己的樣子喔 尤其是高雄好多人命喪失喔 這看的真的很不忍心耶 好 那一個執政黨的縣市首長 你該負起什麼責任要有那個擔當嗎 不然大家用選票來 執行人民的意志 把你制裁 大家用選票制裁 民主社會最後的無奈就只這樣子啦 人民要覺醒 要覺醒 人民要覺醒 好 那今天就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東西 可以到中天快點過去選購 我的代碼是001 輸入001有優惠折扣喔 真的嗎 那我要去買 對對對要 好 那我們下禮拜三 下午5點到6點直播 再跟大家見面 投訴爆料專線在上面 大家可以寫信來 或是傳經過來 拜拜 拜拜 來自個搖禮 才能不能看露 與我咖啡 那有東西 我會覺得 在哪邊 拍照 我們來後悔 我們來 走 吃